你现在听的是元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绿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绿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多 H E A L T H S H O P dot Com dot H K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元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元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 你好 Hello Della 你好 大家好 近期在坊间中听到多了一些小孩儿童的病 叫穿奇症 在一般人的父母认识里面 就是说这个小孩儿童是属于一个很严重的病 因为如果错过了黄金治疗的期间的时候 他的后遗症是很可怕的 我知道元医生最近在我们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里面 都遇到一个这样的症状 有两三个症状 所以希望元医生可以帮我们在这一期 分享一下你的治疗的经验 究竟为什么在父母或者西医方面 发现到如果是这个穿奇症的时候 他们都甚为紧张 因为其实知道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 有效的方法可以跟治到 而刚才提过的后遗症是很可怕的 所以令到一些尤其是新手父母的 就特别是关心 特别是紧张 其实他的棘手之处 是不是很难可以诊断出来的呢 麻烦元医生帮我们分享一下 最近如果大家留意一下 也有听到那些坊间的那些传媒 雜誌 尤其是那些儿童雜誌 亲主雜誌 都开始有些文章 是介绍这个 就是让大家认识一下 这个的穿奇症 但如果听过名字 穿奇 知道是日本有关的 是日本引起的 其实他的英文是叫Kawasaki Disease 是由一位日本的医生 是Tomizaku Kawasaki 在1961年被他发现的 这种的病 通常也有一种简单的形容 这个叫做五日的高烧的病 通常会发生在一个五岁以下的小朋友 通常六个月大到五岁的小朋友 会出现的 他也说明这个叫做五日的高烧症 这种的疾病 就是你刚才所解释 因为其实他都属于是可以很严重 最重要就是因为 他的症状也是很严厉的 你看到之后你都觉得很严重 好像很严重 但是最害怕就是 他有一个后遗症 后遗症就是心脏血管发炎 通常他属于小血管中度血管 但是有时发现到 是我们那个冠状 心脏 就是肝脏血管的出现 就是我们叫做 血管瘤 当然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 和是很伤残的病 如果处理不好 就有这类的问题 过去他们发现 就是当时这位村崎医医生 发现这个问题 他在他当时的统计 原来在患病的小朋友里面 有五分之一 是结果是有心脏这方面的 那类的问题出现了 真的真的严重 但是如果你刚才提过 他的病症就是高烧五日 很多时候小朋友都遇到这些问题 就是发烧成长的时候都有 所以很难察觉到 他是不是村崎症的 因为是这样 即是他正如说高烧 其实很多病都好像有高烧 是的都会带高烧 简单来说麻疹 麻疹很高烧 星红仪现在回来了 也有这些高烧 有时一般性的流感 都会有高烧 所以他这个症状 除了公烧有诊 这都是一般其他的疾病 都经常会有的 所以在断症方面 有时候一般的医生 是不会即时察觉到的 所以我遇到那些病人 都是经过一段时间 才慢慢观察到 原来这是一种村崎症 好了 这是日本的一位医生 1961年他发现了 形状了这个病的症状 一般来说 在香港的数据下 这种病在日本、韩国和台湾 包括香港比较多 就是多个白人地方的白人的小朋友 就是小朋友的病 香港10万的小朋友里面 发现有70个到100个 是有专期症的 但是这个数据 在相比20年之前 这个数据是双倍了的 还有一件事 在美国的治疗发现 如果一些人 比较年轻一点的 40岁以下 已经发现他有灌心病 而最后追查 原来他5%曾经有个村崎症 就是村崎症的后遗症 就是心脏病 血管流出现了 所以很多时候 就说要处理得正确一点 如果处理得不及时处理 就会有这些问题 其实刚才就是说过 因为他的后遗症 但是很多时候 他们都说要把握在黄金治疗期上 但是因为他发病的时候 就像刚才一般出诊 发高烧 可以有些什么特点呢 那个危险的地方 当时我们的资料发现 这种其实是一种自身免疫病 没有什么简单的验血测试 可以验到作为一个诊断的治疗 是没有的 而这种自身免疫的病 会破坏我们的小型中型血管 尤其是灌动物 在早期发现五分之一 就是五个有一个小朋友 是出现了这个心脏的血管流的问题 甚至乎是死亡都出现过 好了 当时他们尝试用这个所谓的免疫蛋球 因为他属于自身免疫病 发现如果你及时用到这个免疫蛋球 他死亡的数据是减到5% 即5% 如果你在治疗期间 即时间用得准些 譬如所谓的黄金治疗期 是五日到十日 你记住 这个患病过程里面 第五日到十日 可以将这些风险 心脏病的风险 减到百分之一 所以就很强调 这个病就要及早治疗 所以很多人听到这个病 都急急就以为要入院去搞 这种病 为何对亚洲的小孩是特别多呢 在一个研究里面 他就发现了 在2016年的研究 他用200宗的个案 他说如果十元仔 是吃那些黄豆类的食物多 就是你知道了 日本啊 中国啊 台湾啊 豆腐啊 黄豆类的东西是特别多的 他发现了 似乎患病的小孩 是吃这些黄豆类的食物 是比较多些的 所以他想过 可能是有些黄种人的遗传的体质 加上吃黄豆多 黄豆里面有一种 有个成分叫Janestine 这种成分 很可能是会 在一些 亚洲小孩里面 有基因的体质 会触发这种病 OK 好了 所以我们这方面的资料 都是几多下的 首先呢 我们就给大家 认识一下 其实这种病 有几个主要的病症 还有为何会 那么难去诊断呢 它第一个病症 就是发烧 是高烧 要烧五天 甚至乎多过五天 这是第一个症状 第二个症状 就是手指和脚趾 都有些红种的感觉 就是我自己的病人里面 我发现它们的红种 那种红种呢 就是血管里面 记住这是细血管 冲血管 所以你要按摩 一按摩 它就会白了 OK 这种红种的位置 过了一两个礼拜之后 可能会发痕 会脱皮 这是第二个症状 第三个症状 就是它的诊 不同形状的大小的疹 在身体的四肢 和身体的腹部 腹部 这些地位 第四个症状 就是眼睫膜炎 硬结膜炎 但是这种的结膜炎 未必会有分泌 没有什么分泌 第五就是嘴唇 又干又烈又红 扮红的 第六个症状 就会发现急性颈部 有淋巴肿大 或者单側 或者两边 可能一边或者两边 我遇到的病人 都是一边的 左边 但它可以两边都会有的 还有一个 这个就是在台湾这方面 一个生物体的特征 通常是以前 折肿卡戒苗的疤痕 会突然之泛红 这六个的象征出现 通常那个医生 一般的医生 小园科医生 应该诊断得到 但问题是 有些病人的症状 不是这六样的出现 就是巡视出来 或者是怎样 所以尤其是早期的时候 例如早期它可能高烧 高烧真的有很多原因 例如高烧有些诊 很多病人都会有高烧诊 譬如麻诊 麻诊都会有高烧又有诊 但麻诊 有一个不同的地方 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麻诊有一个特别的症状 就是口腔里面 会见到一个叫做 coblix spot 一个白圈红点 这个是一个 所谓叫做典型的特征 当然麻诊都有的 麻诊的陈 不只是在手脚那方面 你见到这个泛红 即是手肿 脚肿 脚子肿 麻诊未必一定有的 麻诊的陈 通常由面部开始有颈 开始向下蔓延 好像发炎那些 但当然无珠无蓝 但是身体的疹 由身体 不是一般的麻诊 是典型的麻诊 由面部进去 好了 还有一个很容易搞错的 就是猩虹炎 大家都以为猩虹炎 已经没有了 但现在最近发现 猩虹炎这种病 是又回来的 猩虹炎当然主要症状 就是发烧发得很厉害 有很多红疹 所以叫做猩虹炎 但是猩虹炎 有一个很特别的症状 它的脸是很红的 好像士多啤梨脸 一点点都很红的 这个就是猩虹炎的主要 但是我在这类的 川崎床里面 我遇到小朋友 都是有士多啤梨的 是的 士多啤梨脸 都有的 所以有时候 你又很难 立刻去了解到 也有时候 有些小朋友 有些关节痛 有些病例 例如那些症状 Juvenile 或者雷风湿性 都有机会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症状 我们叫做Toxic Shock Syndrome 因为你看到这个小朋友 病者 包括我遇到的 那些 真的他整个口是烂的 腐烂 又肚痛 又吐 那些人是很生病的 包命又哭又行 又睡不到觉 好像人家叫做Toxic Shock Syndrome 或者在我们的前年 有一种叫做Toxic Flu 就是很严重的感冒 看上去 口臭臭 烂了 口腔又溃扬 嘴角又爆裂了 又高烧 又痛 又肚痛 这些我们都会遇到的 有时你会想 咦 会不会是这一类的 我叫做Toxic Shock 或者叫做Toxic Flu 当然 还有一种 这些在外界外面 比较多些 就是我们叫做 我们有一种 被那些 踢咬的 被那些跳膝咬过的 是 叫做Rocky Mountain Spot Fever 是 有些人去过美国 去烹山玩 就遇到这些 这样的 那些 咬过 出现了 有无形肿痛的高烧 有些红点 关切有周身痛 所以有些时候 是比较难的 那当然 有些 这些症状 有些时候 你都可以用一些 诊断 就是用化炎 去混染到 但很可惜 在川崎症 是没有什么 没有这些 诊断的方法 那好了 通常 医生就是遇到 这些情况 就是如果作出 准确的诊断 通常 一般的治疗 都是用什么 就是用 亚士不灵 就是简单 如果你有医院 通常一般都是 用亚士不灵 因为是 退消 止烧 加着 因为 它是一种属于 自身免疫的病 所以 免疫 它用一些 免疫 胆 免疫球的蛋白 就来到 帮助免疫 反应 但是 这类治疗 一定是有很严重的口违症 我想到 有时候 我都觉得 比如 用亚士不灵 亚士不灵 我知道 如果对一些 所谓 所谓 所谓的 發酵 有种属于病毒性的發酵 亚士不灵 对年轻的 年轻的 小孩子 其實是不可以用的 在外国已经有了指引 身分子这类的發酵 千万不要用亚士不灵 因为你用了亚士不灵 之后 有没有机会出现了 Ryce syndrome Ryce syndrome 一半是伤残 和死亡 是有很严重的口违症 所以 如果我们用这些手法 其实很可能 以前那些所谓 有些小孩子死亡 会不会有这些手法 我常常都很强调 早期的沙士期间 我也解释 在人类历史上 曾经有一个大型的流感 是死了很多人的 其实 现在想起来 他死的原因 是当时 用亚士不灵 去打压他 所以我觉得 如果遇到这些症状 又是用这些亚士不灵 会不会死亡的原因 是因为 你用这些亚士不灵 的手法去打压他 对不对 好了 还有用免疫 免求胆霸 就是要输血 第一 第一 他会把你本身的免疫能力 压制他 因为他自身免疫的反应 所以压低免疫能力 好了 你身体免疫能力被压的时候 很容易感染 你本身的免疫能力 因为感染的问题 是出现了问题的 好 刚刚听到余医生 跟我们都很详细解释一下 什么是川崎症 和他那些症状 发病 这一节时间差不多了 稍后我们回来继续我们的自然疗法与你 今天的题目就是 小儿棘手的疾病 川崎症的自然疗法 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除了鞋 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 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已经有很多的客人 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 这个接地器的治疗了 接地器产品 可以在我们六创二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欢迎回来第二节 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 小儿棘手的疾病 川崎症的自然疗法 袁医生上一节 可以帮我们 大约描述了 究竟川崎症的病症是什么 有六点 六个病症 如果真的发现是这样的时候 其实很可肯定是川崎症的 第一 一定是高消 持续的高消是五天 甚至乎更多 而在病症的小儿 手指和脚趾都会肿肿 因为它是影响到微细血管的发炎 当你按下去的时候 其实又会白了一颗 跟着 身体内各部分都会出现 红疹 角膜会发炎 但发炎的情况之后 它又不会有流浓 或者发炎 还有咀唇 那些会爆裂 拐烂 红疹 然后 在颈部的淋巴 会有肿胀 像大颗炮 有些会一边或者两边都会有 如果出现了这六项病症的时候 应该很确定属于村旗症 之前也说过 所谓的黄金治疗时间 其实是五至十天 麻烦袁医生 再帮我们看看 分享你的经验 在你处理 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病人的时候 你如何处理村旗症 由于村旗症 有很严重的后遗症 主要是心脏的发炎 所以在西医方面 很多时候 如果发炎了这个病 通常都是有利无利 阿士德零 退消 然后就用免头胆夹 在治疗诊断方面 他会用什么工具呢 一个工具就是一种 我叫Echo Cardiogram 就是用一个音波来照看心脏的状态 即是他立刻帮你做心电图 做你的心脏的另一种测试 是一种声波的 就是看观心病 其实我觉得这些问题 其实不是当时会出现的 通常都是慢慢出现的 所以10元仔病得这么小 你看高烧 又口烂了 又肚痛又诊 那时候你怎样做这些 其实我觉得 这个都是马后八事后去做 看看他有没有后遗症 有后遗症的时候 那时候就一小时 用心脏病去医治 是很差的 那当然了 如果你去到医院 他当时会帮你炎一下血 那如果发现 你的白血球 那个数字会高 那任何的炎症 发现也有 也有的了 那这个不是一个 就是一个 我叫Diagnostic 不是一种 专门是诊诊 这个川崎症的症 那有时候 你会看看 有没有 可能会有少少 那个 贫血 那或者是发炎 那其实呢 好说真的来说 其实都是真的 他们遇到这个症状 就很大机会 就用这些这样的 招数去医的 但是 问题就是这样的 其实川崎症 虽然我刚才所说的 他这个症状 是可以有五大类 除了台湾 就更多一样 但是很多时候 他的症状 是不是那么严厉的 就是有些沙漠症 可能是高烧 高烧了一轮之后 那接着就有些疹 或者是手足疹 接着他就好了 那没有什么特别的 那所以呢 你是不是说 一遇到这些症状 用那么重手去去医他呢 其实那些副作用是很严重的 是 所以在我们的诊所里面 我遇到这些症状 我们的很大好处 我们就是要 我们叫做见招拆招 是 就是我们不需要说 哇 去到来到哪里呢 就是用最重的手法 那譬如好像来说 你初初沙文仔来 那你会见到他 高烧 高烧 有些疹 高烧到面都红红的 那我们起码 在这个简单的症状 我们就用什么呢 就用个癫茄 是Beladonna 那如果它是升红热的 又是癫茄 是一个主要的疗势 是吧 那我们也有些病 就是早期 就是这么简单的症状 那你就用个癫茄 来处理这个症状 那也有时候 有些小孩子 有个小朋友 他最后发展到 就是口腔烂了 口腔烂 又臭 那个扁桃线又胀 那当然 就是睡不着觉 乖乖叫 那我就用那个水银 OK 大家知道 同类疗化的水银 不是那些毒药的水银 是经过稀释 稀释 很多次的 那我就会用一个 是那个水银 叫做拱 OK 那似乎它左边右边 比如它是两边都有的 那我可能就用那个水银 那个熔拱去熔 但如果发现 它一边的扁桃线 像这样 视乎左边右边 那如果它左边呢 那我用左边的拱 比如在左边呢 我们就叫做 Mercurius Iodatum Rubrum 就用这个拱 那如果它是在右边呢 我就叫做 Mercurius Iodatum Flavrum 那其实是颠化拱来的 那视乎那个 左右之分呢 它就会用呢 是不同的疗剂 OK 那如果发现呢 它最后来看到呢 它的症状呢 是 那条颈子呢 是紧了 腫了 那条颈子腫了 那条颈子都脱在一边呢 是的 那在我们的同学疗剂呢 有一个很好的疗剂呢 就叫做 羊双鹿 叫做 Phytolacca Decanidra 那 就这种症状 那条颈子呢 就是 口腔烂了 喉咙发炎 那但是呢 又咳了 有很多痰啊 或者有肚痛啊 肚痛呢 就要按住它才舒服啊 那 那条颈子呢 是腫了 是拉在一边呢 那我就用这个 Phytolacca Decanidra 那我们很多时候呢 是对症的 是 对病人的需要呢 你立刻给它呢 往往呢 是第二天就立刻改善 症状改善的 那当然呢 未必可以根治了 那视乎的症状需要呢 我就会这样 不断地配弱的 那其中我遇到的情况呢 有一个小朋友呢 就是 遇到这个症状呢 它是整天呢 那种症状是高高低低的 都黄昏又高一点 夜晚又高一点 那有时候 就日下又好了 又好笑了 那夜晚又差了 那有时候呢 我就会看 这些小朋友的症状呢 就有一种叫做 是Pousetella 就是白头翁 行白头翁 那这个呢 有一个审敏制的 就是惯常用到的 的症状 那有时候 这些审敏制呢 譬如症状化了之后呢 它还是很紧疹的 就是你还是很不安 很紧疹的 但其实已经 整体症状已经差不多 没什么事的了 那我就用什么呢 用那个 CAMERMAN CAMERMAN 那如果我们大家 读过 我们和我们的疗法 在我们上的这一堂呢 就那个羊甘谷了 那很快呢 你给它呢 就很快呢 半天里面都会症状化了 那所以呢 在处理这些 所谓的 不知为什么 但是就 很多病都是 不知为什么 就叫做自身免疫病 是 自己身体 打自己自己身体 没什么为什么 那这些问题呢 我觉得呢 就是没有什么 很多个用同来疗法的 这个处理的里面呢 全部呢 是成功处理得很快 又不用进医院 有些病人呢 就是 在一个礼拜之内 isini 就关掉之后 一开始是多重ό 所以这是一个在我用的诊所里,我用了同一个疗法 但当时我也有时候会加上其他的治疗 譬如用频道治疗,增加免疫方面 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有些自然医疗的工具 譬如用香薰油,视乎它的感觉 香薰油最简单就是Labandar, Camomile, Margarine, Clover 很多人在家里用的,都可以用在身上浸浴,浸浴,浸浴 让它舒缓一下这个症状 如果发现眼睛发炎,如果用草药方面 就用Uphrasia,少米草 也有些人会用黑茶 黑茶,黑茶 或者可以用胶性印,Colodal Silver 可以处理表面上的症状的不适 眼睛发红 也有时候在食物方面,可以用多些阿米加三油 比如三文鱼,用漂亮的三文鱼 这些是消炎的食物,还有深绿色的饮食 抗氧化这类的东西 红萝卜,胡萝卜这方面 这些帮助身体对抗这些细胞的破损 当然在这个时候,什么不好吃呢? 千万不要吃精炼的食物,糖分的食物 那些白糖白盐,白饭,白面粉那些食物 还有那些反式脂肪 反式脂肪通常是任何那些煎炸的,高饼 通常都是有糖,有白面粉,有反式脂肪 所以要避免这些破坏免疫力的,压抑免疫力的食物 当然在日本的研究,发现原来很多小孩 吃得很多这些黄豆类的食物 譬如豆腐类这方面的食物 千万在这个时候要戒一戒后 所以如果你是适当地处理 这些所谓很疑难习症 很棘手的村旗症 其实都是没什么大不了的 只要用正确的医疗方法 他们很快就彻底完全康复 其实如果综合了袁医生的经验 和临床上 其实这个村旗症令到父母很担心很困扰 其实就是那个后遗症 但相对也都可以看到的时候 可能就是因为他们的持续高消 令到和在一个诊断上面 一般又不可以说用炎血 什么的时候 真的要看着那个病患者的小朋友 他的病症如何发展出来呢 其实才可能确诊他是村旗症 但是在西医院那方面 他们就不会慢慢等候的了 你进到医院里的 第一时间就立刻按 用那些阿士不灵 用那个免疫球弹霸 也都可以看到就是 因为用那么小的小孩 用那么重的药 而令到他出现了那些后遗症 可不可以这样去解释 去理解 那我们和大家都在沙士期间 我们都做过很多节目 那我们也在外面讲过很多的讲座 那其实我就经常提醒大家 其实这些沙士的所谓的那些流感 那么可怕呢 因为我们的经验就是 1917、1918、19那段时间 是曾经有三个波浪的流感 全世界差不多死了 好像说五分之一的人口都死了 人死得很快 那我和大家分享过 其实当时呢 在美国呢 是有 在欧洲有同学疗法医院的 而当时呢 在同学疗法医院 接受治疗的那些流感病呢 死亡率是1.0% 是很少很少的 其实有些人说 根本都不应该死 除了他们是 之前用了那些阿士不灵 去打压他 所以很多时候呢 你会发现呢 我们很多 常常说那些病很危险啊 很危险啊 那因为呢 是很多 医不到啊 其实为什么医不到呢 因为你的工具错误 就是整天都没有人去想一想的 是吧 那当时呢 我们已经知道呢 那个阿士不灵是很危险的 尤其是对那些 炎气的轻型那些 那些小孩 是用阿士不灵去打压 这些这样的 我们叫做 viral fever 是有一个很严重的后遗症 叫做 Rice syndrome 大家上网去看的 那这个呢 差不多呢 是相产都很厉害 一半是死亡的 那你想想想 会不会也是这样一回事呢 是因为我用的治疗的工具是错误呢 是导致这个病呢 本来是很简单的病 很容易呢 是医不到 就搞了很多的 很多的严重的后遗症 那怎么能看到呢 因为 你想想当时 遇到这些高烧 最简单的工具 那当然是压事不灵 是吧 有你没有你 那当然是压事不灵 那压事不灵 那压事不灵的问题 现在已经知道了 70年代在加拿大 我已经看过这些报导 比如有一个加拿大 去多伦多的邮政局局长 那他的女儿呢 又是这样的问题 有些高烧 用压事不灵 然后就好像过了身 那些 那些女儿呢 我说了 就是重新提醒大家 不要经常用这些压事不灵 去打压这些烧 尤其是森林制的烧 是很危险的 是啊 那所以 其实在我们 袁先生那个 在大肯自然症疹里面 那个经验上面 其实小朋友的 出现到 在成长过程 很多时候都会出现到 这些疾病 那只有 大家父母 去小心点 去留意 去用适当的方法 我们不是说不理他 适当的方法 去帮他们 等到去 正如刚才医生也说过 有些可能就是说 他只是高烧了几天 有些有些 有些其他可能 一些红种 那些东西 那如果你处理到他 他那个自身免疫系统 那个 也可以打性仗的时候 其实也不会说 可以出现了 那六种的问题 那其实 其实他根本 这个小朋友 也是真的患了 串其症的 但不需要用到 那么重的药 那些东西 那我们一步一步 可以跟着 那个病情 那个发展下去 然后来到 用不同的疗剂 帮到他的时候 那才是真真正正 得到 那个传遇 那小朋友 也可以继续 可以很健康地成长 父母 也都不需要担心 所以 应该就是说 小疑的疾病 那小疑的疾病里面 真是用同类疗法 是一个最安全 这个同类疗法 也都有二百多年的历史 那如果大家听众 对于这个同类疗法 有兴趣的 其实可以再留意 我们那个网站上面 那我们都会 袁医生 也都会定期不时 有一些课程的教授 那大家就可以了解 多些的时候 作为父母 对于自己的子女 开开心心健健康成长 是最大的满足了 好 今天我们的时间也都差不多了 很多谢袁医生 和我们今天的分享 那如果各位 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药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语力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好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 by bwd6